第三十題有關於供應人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曉得做工就是力量乘位移 但是兩者要互相平行 A說施力於物體 B對物體做工這個是錯的 因為如果力量跟位移垂直就不做工 比如說施力之後沒有位移 所以他也不會做工 所以選項A是錯的 B選項我們知道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改變 這個能量改變可以是動能改變 也可以是位能改變 所以選項B說受外力作用時動能必定增加 這個是錯的 因為我可以增加的是位能 同時我也可以做復工 做復工的話是動能應該要減少 那麼選項株說上拋時 地球引力對物體做正攻是錯的 因為呢 最重力是向下的 上拋時位移是向上的 兩個方向相反 所以他做的是所謂的復工 所以選項株是錯的 只有選項C是對的 因為我們國中的時候所教的 摩擦力一定是跟位移反方向 所以呢他們方向相反 所以會做的是復工 因此第三時題問我們說 關於工跟人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物體運動時所發生的摩擦力 對物體做復工